小賴自從加入五間琴後 人氣逐漸攀升 在綜藝主持領域也有亮眼的表現 先前她曾強調不會再發第二張專輯 但聽到歌迷們的呼喚後 她終於帶著新專輯回歸 小賴透露新歌好好的 是她經歷去年低潮期 自己消化情緒走出來之後選出來的歌曲 想藉此安慰自己已經很棒了 也別忘了好好愛自己 然後勇敢前行 她坦言去年底出一幢牆期 每天都懷疑自己更被流量話題度綁架 逐漸失去開心的本質 直到某天聽了這首歌 竟然找回了內心的平靜 也默默鼓勵了自己 小賴為了這張專輯付出許多心血 幾乎所有事情都親力親為 為了解決龐大的金錢支出 她忍著物欲拼命賺錢投入專輯 讓身邊的工作人員也忍不住說她是瘋子 所幸專輯的表現不錯 讓一切都變得值得 這張專輯的表現 這張專輯的表現 請問一下